嘩嘩 嘩嘩 我快點拿出來 好不好 拿 其實這個位置放窗邊 好 現在就來到重頭戲的衣櫃 為什麼我會這麼喜歡看一些衣櫃的收納 因為大家都看到了 我的衣櫃是非常小的 我171高 我買了一百零的衣櫃 是絕對不夠高 所以大家看到我上面其實有很多收納的 一些大的box 還要買這些透明色的 為什麼我要在冬天的時候拍呢 就是因為冬天的衣服真的很難收納 我之前其實也是跟大家一樣 全部都是這樣搭搭搭搭搭搭 但是永遠你想拿底的衣服 上面的衣服也是一下子被你這樣扯下來 所以其實大家會看到 上面的行李全部都是這樣搭搭搭 下面這些全部都是買抽屜式的架 很容易的 就是你在淘寶去量度你的衣櫃位 我都分經百戰 其實你也看到我全部都是不同款 這個是比較好用的 這些就沒有那麼好用 逐一跟大家講解一下 首先這些全部都是我冬天的上身衣服 隨便抽一件給大家看 就是這些薄衣衣服 這些衣服其實如果你放在衣櫃 你就這樣放在這裡摺 就是我剛才這樣說 你拿到下面那件衣服 你上面的衣服一定會掉 就這樣摺 就回那個位置 然後就這樣摺 摺完之後就扯一扯 你一拿出來 你就很容易看到你自己有什麼衣服 就會避免你一拉出來之後 上面的衣服就會掉了 又譬如這個衣衣是非常好摺 因為我之前是有過一些fashion brand 那這個為什麼我會說好呢 因為它這個是有這些鋼鐵的位置 但是它整個會比較硬 剛才那個就會比較軟 因為它的質地就會比較容易變形 如果你塞得多些衣服的話 它現在這樣已經變形 已經比較肥了 但真的很難找到一個適合尺碼 因為我的衣櫃不夠深 它很多都是47cm 但是我這個是40cm 所以剛剛好放進衣櫃裡 因為衣衣是非常厚 我最主要就是先摺兩個袖 摺到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是手袖的位置 就會比較薄一點 摺到它剛剛好塞進去 其實如果有logo的話 我都會退出那個logo 剛好這件的logo在正中間 這件的logo是胸口 如果摺進去之後 變成這樣 你就只看到一件黑色的衣衣 因為大家看到我的衣衣 主要都是偏深色的 我就會可能拔高一點 然後呢 就把logo塞進去 我就可以很清楚看到 這件是我的食鬼的衣衣 而深色這個 主要我都是放下衣 下衣其實也是同一個折法 你就可以這樣搭高 然後放在衣櫃裡 我每次拿的時候 就這樣拉出來 看看自己有什麼衣衣 我特地把它這樣間識 就會比較好看一點 那最後這一行 其實會比較嫩一點 大家看到我這個 因為很難塞進去 這裡其實是放了一些裙 那每次我就把裙子拿出來 這個也是買錯尺寸 而且它的質地是超差 大家看到已經變成型了 那這個就是擺褲 但是這個好處 分了拆 我買了三個 剛剛有條褲 我就這樣塞 就是這個胸圍 又是摺對的形狀 然後我這樣塞進去 其實衣櫃最懶的位置 就是這裡 因為衣櫃的設計 剛好掛的衣服 就放在這裡 上面這個格 因為大一點 我就給了我男朋友 我的衣服 就放在這裡 那掛的衣服 我就放在這裡 大家看到這個位置 是非常小 我要拿東西 也是非常困難 但是也有一個收納小技巧 因為其實 大家看到我這裡 已經是密密麻麻 我就是買了這種衣架 這種衣架有什麼好處呢? 這個衣架 它不是特別窄 因為淘寶上面 是有很多款 是超級薄身 薄到一張紙 那些不是不好 但是你的衣服 其實厚 那個厚度也會在那裡 我最喜歡 它在一個地方 是可以這樣扭的 是可以轉的 因為有時候 掛衣服的時候 真的不是兩隻手都可以做到 譬如 這裡有件衣服 掛完之後 你會跌來跌去 所以其實一定要扣上它 就會扣幾格 所以扭動的衣架 我覺得比較好一點 這裡是會有這樣的勾 你可以將三件衣服 勾在一起 譬如我的三件都是cardigan 我就這樣閃在一起 衣櫃裡面很高 下面的位置會浪費 你就可以用到這個方法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到 這些衣服 全部都是左邊有皺 為什麼右邊沒有皺呢? 這個也是一個收納技巧 如果你家都是用烏門的話 它的皺永遠都是超級麻煩 所以我就上網看到一個方法 你就將全部 你的烏門位置的皺 全部收進去 這個位置 就很容易這樣烏門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非常好的技巧 所以你看到我這個衣櫃 其實這裡是很高的 都可以這樣放到三件衣服 我一次這樣放衣服 都是由這條欄放進去 我還要掛著頭巫 夏天如果放一些衣服 就會好一點 好了 這裡雖然是地方錢窄 這裡就是掛了我的皮帶 我就很用盡掛鉤的位置 而這個旁邊的位置 就是一些袋背帶 有些還是新的 而中間這個位置 我就掛了一個裝袋的掛袋 這個衣櫃其實也是挺高的 不是整個落地 但是都是由上下的高度 我全部袋都是小袋 這些小袋 很容易就可以放進去 每次我換袋的時候 其實就可以在這裡拿 譬如這些袋 我還要省位 我就放一條鍊進去 這個位置非常嚇 大家應該看不到 但是其實我放好袋之後 它是剛剛好 掉了下來的這個位置 這個是非常好的 如果有些袋 就沒辦法了 那就靚靚仔仔 就這樣排在這裡 上面這個位置 就是剛剛跟大家說過的收納很大的箱 我發現我還有這些 剛才說過的那些 整個包裝器就是這樣壓得很扁 不用的時候 你又可以這樣攪拌 這個我是平方地放在這裡 其實這裡全部都是頸巾 到我需要的時候 我就整個這樣抄下來 就可以在這裡選擇我需要用的頸巾了 那過來這邊的位置 其實這邊的位置 之前Room Tour都已經說過了 大家看到我很喜歡戴帽子 可能放拉帽子 這一堆全部都是放劇帽子 全部都是我 其實只有一兩頂是我男朋友 但是這個也是一個非常好的收納架 最後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這個位置 這個其實不是很想和大家分享 因為這個是放在我床尾旁邊的垃圾袋 為什麼會在床尾放置這個垃圾架呢 有時候可能餅 滲鼻水 或者早上咳 需要紙巾的時候 我就會丟進這個垃圾桶 兩天就會清一次 所以大家看到我昨天清完 這裡也不是很多垃圾 但是這個東西 終於都是給大家放在廚房用 它是透明的膠 黏著在這裡 然後這裡有一個蓋 然後你就這樣吸收垃圾袋 其實就是這麼簡單的 最重要就是這個蓋 如果沒有這個蓋 我絕對不會放在床尾旁邊的 但是它真的很方便 隔一隔起來 我就可以丟到垃圾 因為我男朋友是不會幫我 丟到我手上的垃圾 之後要說的就是這個數據線的收納器 我覺得我買得非常好 因為我之前買是會退出來的 我上次room tour好像也說過 但是這個剛剛好 放在我這個位置 但是它也有一個不好處 這裡只放到四個插鬚 多一個都不行 而且大家都知道 MacBook它比較高 那個插頭 但是它就插不下去 每一次我要插電腦的時候 我只要拔走這個 插完之後才蓋上 是會比較麻煩的 還有它有一件事很好 就是你可以選擇 在上面突出來 還是在旁邊這個位置 裡面就是一個非常雜亂的電線 這裡是專程做得大一點的 就可以放進去 因為我剛剛說過 MacBook的插鬚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多數都是放著一條線 在備用的 如果大家家裡的線是比較亂的話 我都非常建議大家買這一類型的 數據線的收納盒 而且它也是這個條紙狀 而且它的顏色超美 最後就說到這個 這個是一個放MacBook的架 長期都會在床上剪片 所以一剪片 我就很容易在這個架上拿下來 但在窗邊其實不是那麼好的 所以有時候我拉窗簾的時候 早上很曬的話 我會這樣塞著它 塞在後面 那就防止太陽直射到MacBook 但我覺得這個大家買得不錯 因為我安裝到MacBook之餘 我還可以放到iPad 也是剛剛好 塞在這個位置 好 說完電腦 最後當然要說電腦如何收納量 因為大家可以看到 電腦在這裡曬出來 非常噁心的 我躺在這裡 每天跟線一起躺會電死 所以我就買了這個東西 我會這樣拆進去 接著 手勾上三腳線 因為我現在相機放在床上 它很搖曳 而且大家聽不聽到我聲音已經不行了 我剪了第三個禮拜 說了太多話了 最後短一點這條就是iPhone線 接著線我會扔到它 所以這裡就會睡得舒服一點 好 今天這條影片就先拍到這裡 我已經很累了 雖然我今天不是收拾東西 但是一直說話 一直跟大家介紹 也是非常累的 不知道這間房的收納 對大家有沒有幫助 我覺得衣櫃的收納 是真的挺有幫助的 而且最主要都是分門別類 很多時候都是一些細的物件 令大家的房間覺得這麼亂 其實我也是一個非常懶的人 所以大家多些收拾東西 因為很多時候鼻敏感 都是因為房間暖 多塵 多毛 所以才能引致 如果我再有更新收納的東西 我都可以再拍多一條影片 或者大家想看我去浴室收納 但浴室會比較少 因為我和他媽媽一起住 所以就免得別人的廁所 但其實我還有很多小物 例如這些眼罩 超舒服 這個質地真的 或者是這些梳 這個梳 又是可以這樣 我很喜歡常常買這些小物件 但我是會用的 好 今天這條影片就來到這裡 真的不可以趕 要多喝點水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就記得給我like comment share 和subscribe到youtube channel 記得follow下IG 如果大家對剛才那些小物有興趣 或者是對浴室的收納 其他東西的收納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留言告訴我 我就再拍片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就可以了 這個影片 我們就看見 其他影片 你多明圜 是 把影片